大家好 最近很多人問我們 究竟 Booster 這兩支有什麼分別 首先說說 外形上它們會有一點尺寸的分別 這支是微重一點 但它的強度和好處是比這支特別多 就這樣看 如果只是看頭部的話 Pro-X是有四個頭 如果是Pro-II 就會有五個頭 而Pro-II 的頭部亦會比較軟 比較軟身一點 按摩來說會更加舒服 現在當然是一個Frequence 如果是Frequence 的話 Pro-II 和Pro-X 的Frequence 差不多 但它可以調教的速度 就會有九個 但Pro-X 只有五個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電量 電量來說 這支是可以用四到五個小時 但Pro-X 就是用二到三個小時 很多朋友未看過實物 有時會覺得兩支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其實用下的話 如果是一個專業的運動員 甚至你是想對力度或速度更加有要求 Pro-II 是會比較好的 如果現在在香港刊貨包裝上 它已經會有一個原章刊貼紙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這支貼紙不是每個分銷箱都會有 我們就是其中一個分銷箱 它上面也會說回可以在哪個網址做登記保養 原廠一年保養 它裡面 它裡面已經是一個受盒規格的三腳刷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會對這兩款產品有更多的了解 然而想試試的 也可以隨時來到我們火炭的地方試一試 好 那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見到大家